谷歌P4O6的招牌AA功能几乎全部撞脸国内厂商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泄密 曝光后2021年10月20日凌晨一点 谷歌方面终于推出了全新的旗舰机型P4O6和P4O6 Pro 凭先而论 对比谷歌此前的历代Nexus和P4O系列产品 P4O6家族的确在颜值上有了极大的提升 比如说按照谷歌的说法 P4O6系列此次因为具备高精度的语音识别功能 所以这使得其可以实现用智能助手自动接听电话 或是提供实时的口译模式 也就是两人面对面使用不同的语言交流 手机可以自动给出相应的翻译 照片对象移除功能 最早建于三星Galaxy S2一系列 也就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而基于算法对视频进行HDR色调映射处理 则是苹果去年底在iPhone12系列上首发的特性 只不过与赫丹带只能映射到HDR10加格式不同 苹果的HDR视频算法 实际上还要更高明一些 因为它们至今仍然是手机行业 唯一可以直接拍摄杜比世界HDR的解决方案 而至于最后一个多设融合算法 前段时间荣耀方面 更是刚刚在MyJK3系列已经发布